卢州区三清十善工的同修 每个月都会捐赠一百块钱来做工艺 这次大家集结了这几年下来累积的善款 捐赠了一台富康巴士给新北市政府 崭新的富康巴士环环使径向内 这台富康巴士是卢州区三清十善工的同修 将每个月一百元的善款累积下来 共同捐赠了这台车子给新北市政府 他讲说这个社会社税务那边 也许康福巴士 传商的那个巴士 这个也一个构想 所以我们就说 那我们还是还有一款对不对 就是说能够做 那我们就借一点微薄之力这样子 对社会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过去这些善款多用于急难救助 这次透过新北市议员李倩平的媒合 决定让爱新发挥更大的力量 让新北市政府可以做更妥善的运用 因为他们当初有想要做一个这样子一个捐赠 但是没有一个特定的目标 然后就透过我这边来了解说 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缺切的要怎么做 那之后我就有给他们几个建议 因为我们富康巴士的那个缺其实也就是蛮高的 后来他们就决定说来捐这个富康巴士 也非常感谢他们的这个善举 三清十三公 他其实这长年来 他对于在全国各地都办了很多慈善的活动 那这次特别捐赠这个富康巴士 我相信我们新北市目前 其实提供的富康巴士的一个载运趟次 一年可以达到六十万次 要特别感谢这些单位 主要供奉太上老君的三清十善公 以致师救人为本 平时公庙办事为人消灾解饿也都不收钱 这次共同捐赠了富康巴士 更能传达助人的宗旨 记者沈志勇林景瑜 如秋采访报导